得住他,随便找一个冒事就把他们绑起来。 你要得住一只老虎,那不是随便闹事就能绑起来。 这就是用药量。这用药量到底多少是什么? 没有一个标准。 我说,在这种病上,宁可量大一点,不要量小。 这种方法是一个问题,你得提一下,没有提到他过去。 是否能把常规的用量写一下? 你说,这个柴虎是什么作用? 柴虎是什么作用? 你看看,柴虎是由质人和肯血的作用。 就是油脂和腐泻的所有。 强忍量多一点,不同成年人的计量。 往这些外面,我们往小说,什么是地平,把这些感言都清楚。 为什么是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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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地平? 这好像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是地平? 我去你怎么看到地平? 什么是地平? 你大概大概多少年了? 将近二十年。 你说什么是地平? 传统的思路,邪与正之间的交争就是地平。 什么叫邪,什么叫正? 传统的思路,所谓的正,就是内地的正气。 邪,包括一部分外源的,还有内地的障碍。 这样的表述就是地平。 那么我散空你这个说法就是咱们本能论的一种异常现象。 这是对的。 传统的忠于思路还是模糊的,非常模糊。 那我自己就说不清。 没人说过这个事。 整些教堂这个话也没人说过。 就算是有人说过,我们勉强地说,正与些。 这只是对立的一个概念。 我们勉强地说。 教兵什么算券呢? 就要结实一顿。 什么叫谢也得结实一顿。 然后再说,这两个在相处的时候, 我叫病。 也并不完全。 你坏生病。 老许有个病。 值不值得我们。 атив相及有意思。 老承正气、老承歇气。 我说我猛我狗的工作。 我还有要атов该achts这个问题一下。 我也氛热这个三次和他收了水。 你让我们明白了吧 我们不愿意 这两千多年也没人说 你别认为人家都挺懂的 你懂才没有自分知道 你讲这武器讲一道别 而且这一道话有一些是概念 也是概念 诸一最大的毛病 一概念就是概念 这是最大的毛病 人家执着 人家诟病 多数是一个人 是不是说不成词词 什么是病毒 这个东西只能是用两三句话说的 不是用几千个话说的概念 没有那么说的 我们考虑考虑怎么说这个疾病 什么叫疾病 这疾病也会用来报告 两种病 所有的疾病 都在疾病 外人是疾病 内人是疾病 有 那小疾病 都是疾病 许员 看着 Reverend一 在疾病 你讚 cancel 就是发誓 外界进入提提 有什么 引起 外界进入提提提提提 obligations 开放 星 百命 分享 最大的 关键 心情温暖,障碍,出现的,出现的,出现的什么? 心情温暖,障碍,生命运,活动,有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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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温暖,障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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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有机灵。 大家想想看看,能不能改造活动的机灵。 知道这个问题以后,天天看到机灵。天天,你会出现, 两种反应。 万元性机灵的反应就是没。 万元性机灵的反应就是自主教材。 这是两个大的主要点。您保护生命的幸福。最大灵的幸福。 其他灵面性、共生性、紧细系统等等,都在系统,在来。 所以我说,是一个本能系统,不是是一个,是一个。 说哪一个?说哪一个?就是哪一个?它是你能有我,我能有你。 你也是我,我就是你。它是这么一种关系。 我们单独提出,我们单独提出十一个,是为了陶说过。 我们看一看,本能论有什么是疾病。 这条文字,在课外看。 因为课内的,我们面对面的事件,要好好地应这个事件。 说心理,书上你们自本就看见,不是搞这些问题。 既然疾病是两种,我们说说,什么是我一个人心灵的? 什么是内原神灵的? 我们怎么着去解决内原神灵的? 我们怎么着去解决内原神灵的? 解决内原神灵的? 用一句话来解决,最好的一句,是张忠敬在《伤害疗病论》上, 解决内原神灵的? 解决外原神灵的那种。 由容容若,来解决外原神灵的那种。 何对于这些话,说得很准确的? 所以它这个很完整 改革精很强 改革精很强 泛式 有发若武汉的都是我原来的那样 侮辱武汉的都是你原来的那样 这个侮辱武汉的不是非发若武汉 不是非提问跌落 这个要说看 我们要把这个侮辱武汉 发生是侮辱 侮辱不可有武汉的 这不发若武汉 这个问题 大家考虑一下 又不能明白 又不能明白这个问题 是侮辱的 侮辱的 手下说 有一个病理咱呀 是侮辱的 或者是武汉的 这都属于哪样的病理咱呀 因为是侮辱的病啊 在病面前 我们在哪样的病理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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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一句话说话 这是我们变证的第一步 在伤害刀病论上 也是变证的第一个环节 虽然刀病全称 两个部分 一个阴性的一个阳性 这个天下正确的东西 一个正确的东西 不管年代 不管地域 都是相同的 这是一个特点 一个阴性的病 没有发落的 只要是发落的 都是开一伞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看到发落了 就看到安逸了 怎么看到安逸了 就知道是外缘成绩 这边呢 我们看到 有个病没有发落 时钟就没有发落 或者说还有体温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没有发落 没有发落 那还不是内部功能 出现了障碍了吗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这是个自动调节 这边的疾病 但这伤子上 没有这个体法 他没有这个体法 但是他有这个指法 他没有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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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呢,是局限在一部分,它在局限这一部分,并不是我们愿意贬抵它,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上海用着流星,怎么还有杀兵呢?杀兵就不用流星了,那就说,不属于流星了 所以我在整理沙函的时候,我说,我说,流星是沙函的流星,不是杀兵的流星 杀兵,是杀兵的中的杀兵,不是有应用的杀兵 是沙漢中的杀兵,不是有应用的杀兵 这是人自导要躲不开的几个事儿,你这么不明白说 你跟人喊,啥啥呢?感冒了 这感冒了,我是感冒了,我感冒了一天呢,我最后出汗 我感冒了一天呢,我就消灭了一天,我都消灭了一天 我感冒了一天,我有好多的灵 你说,我吃感冒,你憋着给我不管 这能行吗?这是医学疆法 说我治伤寒 在治伤寒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病 我能给你治好 我才想给你治好病 张宗宁是这样一位大医 医生说什么都不为我 他不想来我是心血管和你这生命的影响 你上给鸟科去 你上给人家里 你一个人跑着死 可没跑啊 这科和鸟科的事 到哪科都被一嘴咬 这咬还有不相比重的东西 这不是 你此心的某种类似有什么病我都比较好 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医生 这边有鸟科也行 你随便叫声吧 你此心的某种类似有什么病 什么病 我能治 我们要的是张宗宁是 张宗宁是 医生 我希望 我希望 日都是这样的医生 你此心的某种类似 我决定往来 知音 我能的音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是有行行 百分之九是有不行 我百分之九是行行啊 所以这是变证的一个比重 比重 比重 现实的那个想法要想 现实的那个排译是自主的条件 好办了 再看 什么的排译 什么的自主的条件 这属于病实 看病实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差多少 一个心常的 和一个 搬出问题 再怎么说厌感 好说话 这个话是谁开头说的 科技 什么什么唐正 什么什么唐正 他还是为他说着好 说是艰难 容易表达 我们不妨也用那个方法来 进行交流 好 超多少 差不多 超超 超 好 你就在这个超上做文章 一丝不勾 你就不会偏力中道 倒方向是一个 针锋相对是一个 您跟相当的那个病 且信堂是倒方向 不是针锋相对 如果 如果 用量大一点 有左右 但是不是一张最好的方法 只能说是 差不多 对我们差不多了 差不多不行 我们要求什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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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愿意 我们不认识 我们不认识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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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 很简单的,先学一点。等到我们学完了这几个系统以后,我们再回来光说病史,说病难。 我们用八年多的试验说病难,我就不信学会治病。 我相信你们有的人已经心里明白了。 你们用八年多的试验,光决定了,归决定了来。 少还能教你。 万元神经年,方诺,方诺,方诺提门申告。 提门申告总得说埃一半。 先生说说这个话,提门申告总得说埃一半。 我说自己的那种理解,就是说体温升高它的前提的基础是血流量的增高,不管是皮肤的还是内部胃肠道的那种血流量。 循环血流量都得加快增多。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可以通过更多的血流量来供应给各种分泌细胞,各种分泌器官。 来加大,加快这个分泌,来排除一个应该排除去的异物。 我这么理解的。 我觉得吧,就是发热,发热的话,它是那个G骨子,G骨子体内,那个大量的物质交换,产生热量。 产生热量是为了把这个,把这个衣服排出去。 就是发热,还是为了排进,还是为了,为了把这个,通过代谢,把这个G骨子,这个有害物质排出去。 谁还能说? 谁还能说? 我觉得发热就是机体的功能抗进的一个表现。 功能抗进的一个表现。 这个发热。 我这个问题啊。 问题是,发热,我一收获就是A的。 我们还是要通过发热以后啊,看这个病室,因为它是一种向外的,向上的一种室,而审视力道。 所以叫做排疫情感光。 发热就是,我个人意思就是,因为你在排疫的不同当中,自己磁身, 系统发动的障碍以后,就要发动提高你磁身的这种机能。 是增加你这种,它是一种非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所谓的排疫。 排疫排出来,它要提高你自己的,不管增加最多,要增加人体的机能,要增加这种排疫的能力。 大家,都是看的很明显,但是会的,并不算是一样的。 你怎么把你这个,想要说的,阻止一下。 你怎么把你这个,想要说的,阻止一下。 然后呢,前后呢,放在后呢。 你要切梯,也就这么点意思。 什么叫切梯,我问的是,我们看到花肉啊,怎么就知道它是排疫来的。 对着这个题目,我这么问,怎么知道它是排疫来的。 我们就说,我们看到花肉就知道是排疫来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神里有一个排疫系统。 我们神里有一个排疫系统。 这个排疫系统啊,它根据静内的致病物。 不通。它有不通。它有不通的排疫形式。 但是放弱的,你不管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哪一类,哪一种,它都是要引起排疫。 放弱的,放弱的。 放弱的,放弱的。 放弱的。 它都要放弱。 为什么啊? 放弱的。 因为排疫是一个系统。 反弱的,都是要制造一个排疫过程。 否则向外来。 否则向外太。 否则向内太。 否则向外太。 否则向外太。 你手下它的悠用。 寸观的能力。 体验的。 支持 隔壁气环 一个 共同的过程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 想到 产生了一个 很强的 五支妖怪 就是代谢 很强的 代谢反应 比如说 心脏跳的 要加强 学业 要挣多 挣多为放过 牛轮的快 顺滑的快 就是挣多 这是一个 如果要通过表 体表 就是用周围组织 要有汉线的分泌 汉液 必须得有充足的 体液的支持 要有汉线的分泌 体温不够 什么也看不到 这些喜欢的普通的活动 就插上一个高带血 它不插上体温吗 体温它能不升高 所以我们能看到 身体发弱 就换到了一个 太一反应 在 护脑 你看看 这个愿问 客校 再看看愿问 字边再想一想 鼓虫一下 发热 就是听闻声稿 一个提闻声稿 我们在这个现象里头 看到什么了 现在我们只说一个 罗姓 你们在说一个 火热的汉 刚才你说过 只说火热 再说火热的汉 火热的汉 为什么要火热 发热武汉是要干什么 这很一样 是有什么特点 这不是今天都要回答的问题吗 那你们说 下自本 一重 有什么事吗 我们爱着说 别爱着说 行吗 昨天的问题是 为什么 武汉 那这个武汉 是因为 跟武汉 自己 是因为 没有均匀